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射手的第二名 由此可见呢 這版本的蘇 还是挺全能的 我们先看看蘇的优点跟缺点 优点呢首先有一个超远的聚集 对后排来说呢非常致命 如果你聚得中的话 再來呢我们的普攻 蘇出非常的稳定 如果敌方在我们的射程内呢 就毫不犹豫的去普攻那就对了 蘇呢只要站着不动 注意我们的被动可以疊五层 疊完五层被动呢加一个天叢云 破防就是百分百 不管你是在硬的坦克呢 在蘇面前 都是一层上街 再多的装备呢都没有 因此呢玩好蘇呢 我们要多变化不要死板的 不要认为呢单纯的普攻好 或者聚集好 有两派人马呢 一派主要认为蘇就是要普攻 一派就是要聚集 只要呢你的玩法跟他认定的不一样呢 对方就会相当的生气了 甚至呢直接闪灯 不停的问号叮叮叮等等的 由此可见呢蘇还是一只挺嘲讽的英雄 比较容易引起仇恨 我们常做意见调查呢很多人认为 最非射手最烂的射手就是蘇 有点无辜哦 我们这一场就来给他平反平反 我们来看看蘇的缺点 首先呢我们的唯一范围技能就是二技能 可是呢二技能用来射在英雄身上 所以呢比较不会用来清兵 这也是蘇的一大缺点哦 清兵能力相当的差 尤其是呢如果是逆风局 对方有超级兵 或者三路全坡的超级小兵 蘇要清个小兵呢 是要清到天荒又地牢的 一枪一枪的射 其他大部分射手呢都有范围输出 像是拉维尔啊 卡芬尼啊 亥牙 勇等等的 而蘇呢是一枪只能够攻击 一个目标的单体伤害 这点呢有点致命伤 因此呢我们偏向于出雷电戟 雷电戟呢除了让我们普攻更痛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二技能更痛 那是因为呢我们可以省下二技能 不要随便用来聚小兵 可以用来聚敌方英雄 二技能可以的话呢 尽量聚敌方的射手跟法师 把敌方后排聚残呢 他们会很难受 如果真的没目标的话呢 偶尔也可以聚在坦克身上 把他血量消残一点 孙奴并没有说就是要普攻 就是要远程聚 正确玩法呢应该是灵活的判断 那才对 举个例子呢 如果你觉得马上要打团战了 你感觉附近有团战了 当然要走前去普攻 这样才有输出 重点还是让我们走位了 不要离太远也不要离太近 近可攻退可守才是最甜蜜的位置 大概就是我们二技能 可以聚到敌方的后排 而敌方的前排呢 又不能马上抓到我们的距离 所以二技能呢除了可以当狙击枪之外 他也可以当今生的散弹枪 如果目标离我们太近的话呢 大概一个身位 我们是可以直接普攻二技能 目标离我们太近的话呢 二技能是可以直接命中的喔 关于质典呢 在前期的时候要来换血也挺好用 喔 这个洛克希的回血能力 有点扯喔 他刚刚不是已经很残的吗 收了哥德爾之后呢 又回到健康的血量 残屎可以顶着我们三个英雄 续战力方面果然厉害喔 果然是一个坦克 我们先不管洛克希了 那二技能呢也很难做到百发百中喔 像刚刚呢我们预判星葵会往回啦 结果呢他慢了一秒往回啦 二技能提高命中力的觉悄呢 就是瞄准 瞄久一点 有时候不用急着射 玩过速的玩家呢 有时候会担心 我们二技能的红线呢 被敌方看到 敌方会走位躲过 但其实啊 敌方看到一个红线 在飘来飘去 更加能够把敌方 增加心理压力 那是好事 出装印魔紋 这后复死呢 是避免前期飞不起来 素也挺需要发育的 发育型 再来呢暴怒精灵龙爪 说到暴怒的原因呢 有没有人知道 那是我们被动的关系 会把暴击率呢 转化成物理攻击 暴怒的伤害更高一点 不需要再猛攻呢 主要是 我们只要买天蟲因家被动 就有100%的穿透 再来呢关于鞋子的部分 雷電截的原因呢 我们已经说过了 增加我们的输出 以及清兵能力 团战上呢 可以增加一点范围输出 不然呢 素质有单体伤害 而鞋子的话呢 可以的话 尽量以攻速鞋为主 攻速鞋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手感 也可以大幅增加 我们的每秒输出 万不得已的话呢 就可以考虑出魔防鞋 如果敌方实在太空 和太多魔攻 哦 这个拉维尔的大招 实在有点倒霉 我们就想呢 多点几下敌方的星葵喔 把他血量压低一点 最后呢敌方 感觉可以推到我们的高地 尽量的守卡 像后期这种时候啊 如果单纯靠聚集呢 是很难清兵线的 我们尽可能先把兵线清掉 这边我们血量呢 有点尴尬 靠前一点呢 会被拉维尔 跟迪拉克打倒 这样子呢 会全部一起倒下 最后呢牺牲了我们三名队友 但总算守了下来 有个肥自自的洛克希 但注意到呢 我们射他还是会痛的 速度普攻呢 有很高的单体美妙的输出 可惜的是呢那只是单体喔 怪兽的技能呢 不管一二三 都有很严重的后摇 所谓的后摇呢 就是使用完技能之后 会有个停盾 这个停盾呢 非常致命喔 尤其是前期 你想想呢 在前期 团战激烈的时候 站着不动呢 就是最好的靶性 敌方呢只要一人一个控制 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秒掉 以激动性跟速度来说呢 速确实比较逊色一点 关于后摇的部分呢 大招是可以解决 比如我们一般情况下 开二技能 开完会停登一下 但是我们可以用大招 来取消二技能的后摇 我们的猴子呢 还算一个不错的尝试 如果他蹲到拉维尔的话呢 还有机会 这边敌方想比较吃凯撒 这边什么都没有喔 单纯平直觉 最后竟然偷到了 这个偷的夹者呢 不单止于偷到凯撒 还把敌方激怒了 最后敌方所有人都冲了过来 看来蘇呢不单只可以嘲讽队友 还可以嘲讽队手 天空巨龙放在上路 让他去推兵線 顺便防守 那我们就专注防守中路小兵 迪拉克的大招呢 護盾有点麻烦 最后把小兵清了 OK 这边敌方挤了 没有同一时间全部进攻喔 最后打了两人 感觉还有机会 迪拉克也打下了 敌方这边剩下两只 星葵跟洛克希 这边五打二 有很高的胜算 而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唯一事情呢 就是要跟着中路这波兵 保护小兵 如果敌方稍微會晚一点呢 他们会懂得断兵喔 断兵的话呢 我们这机会就会浪费掉 最后剩下一只星葵 还是不要离小兵太远 注意到星葵的位置 那就没关系了 先把他击撒掉 星葵唯一防守条件呢 就是清我们的兵线 当然我们避免他这么做 对我这里有点太急了 等兵线进来 最后成功逆转 以上是我们带来输 走射手的实战结束 输完到了关键呢 最好就是要抖瓶的判断 什么时候该去 什么时候该普攻 我是尚恩 感谢收看 喜欢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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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